歡迎收看捷拳舞館的影片 今天5分鐘讓你變強一點點 我們來聊聊掃踢腿 今天呢我們聊的這個掃踢腿啊 其實就是從我們的下方 用像太踢這樣子的方式去做的動作 那為什麼我今天會用掃踢腿來講它 而不是太踢 我是想要讓大家能夠理解 嘗試的去感覺 怎麼樣把你肢體的重量給釋放出來 那我們今天在做這個掃踢腿的時候 從兩個方向我們下去研究 第一個簡單的就是呢 我們利用前腳出腿的方式 來去練習它的基本感 這個其實很難 這個非常容易做到過度用力 所以大家要非常注意這個動作 腿呢很單純的從下面抬起來 然後去接觸這個你的目標把位 將你的迎面骨去接觸它 這個跟我們的泰式DT課程是一樣的 有想要了解泰式DT的朋友去看我們的影片 那我們在做這種踢腿動作的時候 一個很大的關鍵是 你一定要習慣讓你的腳先走 去接觸目標 把你的重量給撞進去 這樣子看起來沒有什麼 但實際上這樣的重量用迎面骨踢到已經很有效 最大的重點是我們在練這個動作 我們並沒有想要去練破壞力 它要讓你去習慣你的屁股 你的大腿你的每一個肌肉 你的腳趾你的腳尖 怎麼樣很有效率的彈起來 然後用重量去撞進你的目標 這個是唯一你要在這邊去體會的 那接下來我們在今天掃踢腿 會告訴大家兩種去嘗試把重量給放大的技巧 第一種就是我們習慣的後腳出腿 也就是正常如果你將你的左手放在前面 又或者是你是右手放在前面都沒關係 一個是練左腳一個是練右腳 第一個要掌握的重點是什麼 你的腿盡量的貼著地面去走 也就是你的腳趾一開始 可以在地上做滑行的動作 滑行的方式然後上來碰觸到目標 碰觸到目標的方式跟你啟動腿的方式 跟你在原地必須是一樣的 所以你要先習慣從這個位置把重心移到左腳 利用重心去帶動 可是不是身體走在拉腿 這個用的就只是肌肉的力量 你要的是整體的帶動 利用重心把腿給拋上去 當你把重量拋出來的時候會怎麼樣 重量拋起來就會有這樣子的感覺 它就會有股重量去撞擊到目標 那接下來還可以做什麼 你可以把你的重心轉移完成 也就是重心不要像剛剛這樣踢的時候還這樣拉在比較後面 大家可以看畫面 這個踢腿為了抵消我們的作用力 我們的上半身會比較偏後方 你只要將你的重心壓到你的前腳 利用撞擊的力量 停住我們往前的衝力 它就會有這樣的效果 所以你可以從畫面看我停下來的角度 跟剛剛的角度也不同 你也可以從它感受到的這個效果也不一樣 這個就是利用滑我們的腳 從下面滑上來去撞擊到目標 產生的一個滴掃動作 這個動作在踢大腿 踢我們的膝蓋 甚至你把你的高度降低 你在這個位置 帶滴角度進去 滴掃人家的小腿 都會非常有效 將你的體重帶動 將你的腿給拋出去 記得把你的重心不要拉得過於斜後 稍微的落在你的重心腳上 你的重量就可以進去 就可以掃倒對手 也可以踢重對手很重要的要害 所以記得 不要這樣子去踢目標 不要彈腿 彈腿沒有辦法讓你的重量進去 而且你會開始習慣點到 習慣touch 或是習慣 進到只是到了一個目標之後就停住 就像這樣子 到一個目標就停住 那你進去的比例也不多 一定要習慣把重量給灌進去 讓你的攻擊很扎實 而且不要只有尾端去碰到目標 你的目標一定要扎實的去集中點 所以這一些的環節 結結相扣之後 自然就會讓你的重量 你的破壞力 你的身體控制能力更上一層樓 那我們下次見 不管是結權到基礎課程 訓練方式 國籍加強 都可以一戰滿足 記得按下喜歡 訂閱 打開小鈴鐺 讓您隨時可以接收我們的資訊 YouTube Facebook 搜尋 結權武館